聂佛的同学 我们没有能力拯救 我们只有随云度日 但是要有高度的进修 那就是无常来日无度 要好好抓紧时间 认真念佛求真净土 这个念佛要多久时间 我们在净土神仙路里看到 在网生传里面看到 几乎有将近一半的那些人数 往生的人 他们真正念佛修行 大概都在三年 到五年之间 就成功了 我记得三年前 深圳有个年轻的人 黄中昌巨室 三十几岁 他听我讲经 听得很欢喜 听说念佛三年就可以往生 他就做事业 在深圳闭关 向小立居寺护观 给他修学的一个环境 让他安心 住在那里念佛 饮食起居照顾他 他念到两年十个月 还差两个月 满三年 他欲知识知 他就走了 真走了 告诉我们这个事情 真的不是假的 往生的瑞相 西游 活化的时候 射利 像小立在他那个小道场 建了一个他 射利他 射利供养在那里 这是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 这年天 我看到一光碟 是东北的 流速云去死 我一看到这个光碟 是零三年 八年前了 他得的是重病 不治之急 他万元放下 一心念阿弥陀佛 这病好了 医院一生都感觉到非常惊讶 怎么好的 他是个老实人 我念阿弥陀佛 你好的 这个光碟 值得流通 让许许多多 得了癌症 不治之急的话 他是个好榜样 关键 没有别的 夏林局老局司所说的 真干 是功夫不得力 为什么不得力的 你没有真干吗 没有真放下吗 你还忧郁不决 还三千二亿 那怎么能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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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么能成就